OK 那么这一部分呢 包括Gate的基本操作 还有分支管理 我们刚刚呢 都是在我们的自己的电脑上来做的 对吧 但其实呢 我们说啊 在我们进行这个 开发的时候呢 它有一个中央的服务器 保存这个代码的完整版本 那么你 你修改完你的代码之后呢 你需要把你修改的代码呢 把它推送到这个中央服务器上面啊 就在我们这边 我们在这边写啊 就你修改完之后 你需要呢 去把这个 推送上去 推送到这个中央服务器上面 那么别人呢 他在去开发的时候呢 他就可以从这个中央服务器上面呢 去拉取你的推送的代码啊 他可以从这边 在这边啊 拉取 拉取之后呢 在这里面就是啊 拉取 来代码 拉取代码啊 拉取代码之后呢 他把这个代码修改之后呢 他也可以呢 把它推送上去啊 推送上去 好 在这里面呢 就是推送 然后这边是拉取 哎 其实呢 你你也是这样的啊 你也是推送 写完之后 你把你的代码推上去 然后呢 你要获取别人的代码呢 你就把它拉下来啊 就是我们就这样开发的 那么你在你的电脑 自己在自己的电脑进行工作啊 工作完之后 那么如果需要去往这个推送的话 你就把这个代码呢 给他推到这个中央服务器上面 推完之后呢 哎 获取别人的新的代码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使用这个 哎 拉取 把这个代码拉下来啊 所有人呢 都是这样的去操作的啊 都是这样去操作的 那么在我们这里面呢 这个中央服务器的话 我们在一开始给大家讲的时候 我们说 你可以呢 去自己呢 去搭建这样一个东西啊 这个 在这个 里面 哎 这个呢 你可以自己搭建 也可以使用这个gethub 网站啊 gethub这网站 哎 去承担这个中央服务器的功能 他承担的一功能呢 其实呢 就是交换每一个人之间的一个修改啊 修改的代码啊 交换 哎 通过他进行一个交换啊 OK 那么 然后呢 下面我们要给大家介绍呢 就是怎么去使用这个 gethub这个网站啊 那么 使用gethub这个网站的话 首先你需要呢 去做一个 注册啊 那么这里面呢 是gethub的 官网 然后你在这里面做一个注册之后呢 注册完之后 下面呢 做一个 登录啊 点击这里面进行登录 啊 然后呢 输入你注册的邮箱 哎 输入一个smart 比如说我注册的邮箱 还输入它呢 我点击 密码 然后呢 点击进行登录 OK 这里面呢 就到了我们的这个 gethub账户里面啊 gethub账户里面 那么 在gethub账户里面呢 我们呢 就可以呢 去创建仓库啊 那么这个创建仓库 什么意思呢 其实就跟我们刚刚讲的 gethub账户的作用是 一样的啊 就创建一个仓库啊 那么 这个创建仓库怎么创建呢 你看到页面上有一个 annual啊 这样一个东西啊 你点击 它就会让你输入这个仓库的名字啊 比如我们把这个给大家建议啊 在这里面 点击创建一个新的仓库 点开之后呢 这里面让你输入这个仓库的名字 比如说我输入一个bc18 然后 那么这下面呢 让你输入这个描述 这个描述呢 是可选的 你可写可不写啊 然后下面这一部分呢 public和private啊 这代表什么意思啊 就是 默认是public 就是你的这个里面的代码呢 所有人都可以看到啊 所有人都可以看到 然后这个private呢 你选的话 就只有你指定的人 才能看到你这个里面的代码 但是你选的话 它呢是收费的啊 就是一个月啊 7美元啊 一个月7美元 就是40多块钱啊 私有是需要 对吧 给你提供这种私有服务 你是要花钱的啊 OK 那么 实际啊 在开发这个项目的时候 对吧 你如果选择gethub啊 去保存代码的话 肯定是私有的啊 肯定是私有的啊 要不然你这个代码没开发完 就被别人撸走了啊 好 那我们我们啊 这个讲课呢 我们就用这个公有的啊 然后 然后我们想看私有的 想看私有的 这个私有的看不了啊 看不了啊 想看私有的对吧 那你下课之后啊 点击这里私有 扫码一下啊 OK 那么 然后往下啊 选择完这个模式之后 下面呢 这里面 有一个东西啊 叫做 初始化这个仓库呢 有一个readme文件啊 就是 你可以去 你一选择这个 打对勾之后 他再去建这个仓库的时候 就会默认的 给你建一个readme文件啊 那我们发现啊 很多项目里面 其实都有这个readme文件啊 他是干嘛的 就介绍你这个项目啊 就介绍你这个项目的 一个文件 这个readme 我们就把它勾选上啊 然后 那么 在这里面呢 还有一个 叫做 i的点 get一个now啊 点get一个now 这个文件是干嘛的 我们要给大家说一下啊 你比如说 我在这里面 我在我们这里面呢 去开发 我们去运行这个 项目的时候 我们写的这个文件呢 它是点PV结尾的文件 对吧 但是在点PV文件运行的时候 它经常会产生一个中间文件 叫做新点 PVC 那么这个文件呢 其实跟我们的项目代码 是不是没有关系 对吧 它是你导入的时候 它帮你生成这个文件啊 但是你只要在这个目录下面 生成这个文件的话 get呢 它就会提示 你这个文件呢 没有被跟踪 或者是没有被管理 我们有些时候 我们不想让get呢 去管理这些文件 就你看到它之后 你也别管它 那么这个时候 你就需要在你的目录下面呢 添加一个点 get一个no文件啊 点get一个no文件 让它忽略这些文件啊 那么在这里面 我们可以选择一下 它里面有这个各个语言 所需要忽略的东西 比如我选择这个Python 你就会看到这边 有这样一个Python啊 你这样 你点击创建这个仓库的时候 它会帮你创建一个readme 同时呢 帮你创建一个点get一个no 在get一个no里面 它会给你写上 这个Python语言里面 有哪些文件呢 是要忽略的啊 我直接点击这里面 创建 好 那么这里面呢 看到啊 我们这边呢 就创建好了 这里面呢 你看到没有 就创建好了 我们这个仓库啊 创建好之后呢 这里面有个readme readme里面 默认给你写的这个内容 就是它啊 然后呢 我们再回到这个 上面看一下这个get一个no get一个no里面呢 已经写了默认啊 你看到 它的意思是这些文件啊 你这个目录下面 只要有的话 都给它忽略掉啊 都给它忽略掉 看到没有 已经加了这很多内容啊 那比方说 你不想用这么多 你想自己呢 去编辑的话 你在这里面 你可以点击 编辑啊 你可以点击编辑 好 编辑完之后呢 你比如说我在这里面 把它的这个内容呢 我给它删掉 对吧 把这个内容 我都给它删掉 我都不要了 我只要你忽略这个心底 PSA 好 编辑完之后呢 那你注意 你编辑完之后呢 你需要呢 去做一次 你需要呢 去commit啊 你这里面点击 commit chings的时候 它就会帮你呢 去做一次 奇交 做一次奇交啊 比如说我在这里面 直接commit chings OK 那么这里面呢 我们这个文件呢 就把它改变了啊 你点击这里面 回到我们这个目录下面 它就有这么 两个文件啊 两个文件 I can't ignore 和readme 然后 那么 这里面呢 就是我们的 创建一个仓库啊 创建一个仓库 好 谢谢大家